现在我们看的画面上,左边是FCON,右边是日本Lagia,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的全皇室五世界总决赛 2024年3月17日,北京时间凌晨4点48分,比赛开始了 左边Lagia,右边是87的FCON 日本对巴西的比赛 东让是87的选手 FCON,切鸭射是日本的Lagia,Lagia在十四时代也是风筹进出的 东让声务打错了,声务不动,后务我也弄,一套死 纳吉德是FCON的中间了 纳吉德在当前版本性能上来说很一般的 能用他打比赛,也看出了FCON选手对于这个角色的喜爱 好了,下巴的新拳点到了 伤害不是很高,这个人断 关键的东西压一个起身,按键跳压 下手边中的防守,好的,半色的蜘蛛 没完 Lagia,他在振动力了,把安吉良对战纳吉德 纳吉德,第四竞争是在圈黄十四 如果她能够到到aggi上运的战纳吉德 也即将能够到纳吉德 但现在我要的元吉德 澳洲细土地,为了立体努積尽 能够跳呢彰在这么大的很难迷移 但是我是安吉德 咦,Fkeng在把手挣捞出 福利地,不是沙路的结果 而是痛 피战纳吉德 如果他当面触着你一次,用任何的赛金 你会在弃发 绝拿起建议 我快来抓过 嗯哼 我给你一点争� opponent 但Fkeng,全部向代表 现在拉格亚在他发起自己的新的一轮军功 但是没什么用啊 本场比赛谁能够 笑到最后啊 来开始 卡杰要拿下 纳吉德了 来 纳吉德绝杀了日本拉格亚的板枪 那现在还有一个人 点击并母 这个七色被决杀了 机会不大了 终结吧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非常精彩的日本对战巴西 日本辣戒啊 使用的是其他射组自己的手法 那么现在巴西人选的是 草剔金 草剔金来打不了气 祝敬是一场龙针虎斗啊 来看看白米的压制 再展开小桃 开始要 挨斗了 这个血量吓得太快了 其他射的暴力出出 真的很让小桃感觉到 根儿都疼了 三前两脚你看没有 十几秒过后小桃体力已经没了 哇靠 好吧 来看一下其他射的新的一个对手 来自于纳吉德 这一个透戴维金的妹子 也是诡异多 多变的套路进攻套路 防守套路了 但是在强大其他射面前 一切的套路都不好使 只能被动挨揍 轻易到角落里 特格的战开始了 只能飞掉一颗鸡 赶紧跑出来 好 那则需要给自己形成一波有效的牙制效果 伤害不是很高 小鸭 只需牙制 还可以投吗 下手的体力还是要比她多 两个人打到现在 血量还是没有人家一个人多 来看巴西的十六千颗吧 是差最后的希望了 西亚车看来是要用一条三来告诉巴西 选手 你去败着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啊 实力太差了你 日本拉格亚在拳皇十四时代 那也是拿过十几冠军的选手 对手一打完之后 再次把十六千颗关到特色里面 能否突突起牙齿的牙制 可这个问题 好在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 二打一问题不大 对于日本拉格亚来说 这个对手 很容易解决掉了 走一的呀 走一的 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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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